春分刚过 在江苏省镇江市镇江新区瑶桥镇 魏桥和孙震中两夫妻 参与经营的万亩农场里 绿油油的麦苗 长势喜人 麦子现在是长到什么时候了 你看啊 我来给你剥一下 我们先把这个掐掉 你要看什么呀 就是看它这个生长点 就是它抽碎的这个 你看啊 马上出来了 这是小鸭 看见没有 这个就是它 我们将来吃的小麦 就是这个长出来的 它慢慢的 现在已经抽碎 就是这个八截 八截抽碎期 进入这个生长时期了 孙震中和魏桥 一个是农学博士 一个是土壤学术士 六年前 两人分别从北京大学 和中科院辞职 一起回到魏桥的老家 镇江从事农业生产 谁要干什么呀 我们现在要给它 吃这个八截运碎肥 谁吃 小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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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托拉机这种 无人机一天的话 一台机子可以撒到300亩地 一个人可以操作两台机器 眼下正是小麦田间管理 和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 但是对于魏桥和孙震中来说 他们的主要工作 却不在田间地头 而是在一个虚拟空间 数字化农田 这个就是数字化农田的基础 就是你看编号 就是它有一个 每一个农田 有它自己的二维码 干嘛用呢 一个是安排农事作业 第二个反过来你追溯 不可能追溯到一粒小麦 你可以追溯到每一个田块 这里是下面是气象的数据 我一点它就有 这多大 这个每一个这个过程 你看收割 这个往前推 有施药的过程 播种的过程 这都有的 那就等于是给他做了一份档案 是的 农事记录档案 通过对农场实行数字化管理 如今魏桥和丈夫 种植的两万多亩农田 亩产达一千一百斤 农田管理从一个人管两百亩 上升到三百至五百亩 有效带动了周边农民 致富 不久前 作为新当选的第十四届 全国人大代表 魏桥曾在小组会议上 与习近平总书记 有过面对面的交流 并获得总书记的勉励 像魏桥这样的同志 到农村去很好 今年总书记也提出 我们江苏的高质量发展 农业的现代化 那这个高质量这个命题 也是我从始至终 在思考的 从我爸爸做这个农场开始 我们就在想如何把我们现在的这种纯种植板块 要发展成为高质量的这样的重要循环板块 这也是我和我的爱人和我的父亲 我们共同的一个目标 魏桥和孙震中都出身农家 魏桥的父亲魏云峰是镇江新区的规模化种田大户 2014年 习近平总书记到江苏镇江调研期间 赞扬了镇江市农科所原所长赵亚夫 50多公里外的魏云峰看过新闻后 连夜给女儿魏桥打电话 当时魏桥已经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一名助理研究员 他当时候也是笑着说 你看这个总书记都这么肯定 赵老先生学农的这个专家 然后呢在实践上进行落地 那我这个农场 你们俩有没有考虑了回来接我的班 当时候可能是谈笑风生的 但是对于我们来讲的话 我们其实内心是有很大的触动的 触动什么 我也心疼我的父亲啊 因为我是家里的独生女 我也要考虑到 比如说每一次看到父亲 这个在田头这么大的面积 甚至开拖拉机都得跑个半天 每一次回来 心里面其实是五味杂陈的 我们在大城市生活 其实也不需要他去贴补我们 只是说他有这样对三农的一个事业的 这样的一个情怀吧 他有追求 有追求 而且我们真的是三代人 我自己的外公也是一个农田水利的高级工程师 有的时候他们问说 你做农业 真的可能是基因里面就有 其实大家都有一个梦 就是怎么来圆我们自己的这个农业梦 2017年 魏巧和孙震中 双双辞去科研单位的工作 回到江苏震江 在父辈创立的农业公司基础上 开启了二次创业 但很长一段时间里 孙震中远在河南老家的父母对此并不知情 我父母就是他本身就是农民 小时候我们都在家里面帮着种地 这个不好好上学就回来种地 这是这是那个时候的想法 所以回来之后一直没敢给父母讲 为什么不做科研呢 做科研啊 如果我们用平常心来看这件事 一个是赚钱是稳定的 工作是踏实的 而且呢 如果你走科研这条路 前途也是可期的 没有什么不好啊 那为什么还要换一个赛道啊 我在读博士的时候 我们在进行 在山东进行空心村的调研 就发现劳动力很多都到城里面去打工啊 这种 所以种地的人也就是老人居多 所以我们就觉得 可能未来五到十年内 这个我们国家会出现这种 谁来种地的问题 包括我的导师 我的博士生导师 他也是把文章写在大地上的人 我在读博士期间 就扔给我三十四亩地 去做这个豆河兼做 但速转移研究 所以我对地并不陌生 你把它当成一个实验田去研究啊 和拿它当成一个公司去运作 要赚钱要养活很多人 这两回事 两回事 回来之后就发现 一百多号人一征严 就要发工资 这不少工资的 回乡第一年 孙震忠待人在周边 视中了一千亩地 每一个环节都亲自操作 经常在田里面 待到半夜两三点 第一个电话打给我的时候 是住到了大港医院 就是彻底把自己给累得不行了 为什么住院呢 就是免疫力下降嘛 就是操劳的 因为一个从实验室里面 生活非常规律的 对吧 这样的一个状态 室内的 突然之间来到了户外 然后又进行了第一个农忙进 然后带着农民干 然后还自己想着干给农民看 第一年的话 就两个字 疲惫 我开过套拉机 这个还做过机械维修 还做过这个 你像种植环节的 抛稻种啊 然后拉稻种到田里面啊 然后 雇这个社会化服务队伍啊 最后把这个水稻收割 一直到销售环节 全链条 真正的去 做这件事了 和 在 做博士论文 在理论上 去思考 分析 研究的时候 什么差异 不一样的感觉 真正做到实际的时候 才感觉到 不是像想象的那么简单 你像现在 很多大学生 有一次 他们过来实习 同样是卸 一车化肥 这个33吨 660袋 我们和农民一起干的时候 可能也就需要 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但是我带着这19个年轻人 干的时候 三个半小时都还没干完 所以我们觉得 它是一个挑战 但是从农业基业化的角度上 智能化的角度上 把这个降低劳动强度 也是我们回来追求的一个点 把劳动强度降低了 那就会有更多的年轻人 会对这个行业 会感兴趣 刚开始接受农场生产运营时 由于缺乏经验 魏巧和孙震中 遭遇了首季种植失败之痛 这让他们开始反思 有知识和能干成之间的距离 到底在哪里 那你们的长处在哪 我们擅长的是科技如何在我们生产力 转化的过程当中 寻求我们管理上的提升 寻求我们轻荣缓急的这样安排工作 但是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跟人家变成了拼苦力了 这不是强项 对 不是强项 就是一开始还是比较莽撞的干 你们怎么摸索出来 我擅长什么 我怎么能够取长补短 比如说我们正好赶上了这样的一个水到浴秧 水到插秧这样一个季节 那过去呢 用功量最大的就是卷秧 卷秧之后牵扯到的就是运输 那么我们就把工业上的那种小轮车 驾到了我们的秧田 那么在这个输送的过程当中 就是这种工业化的传输 这一条生产线省30个工 这套设备是你们现买的 我们看到有工业厂家在生产 我们就觉得这个是适合我们田头 来进行提高我们作业效率的 这个是我们农业上面有知识的 实践落地环节的这种实践才会生智慧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 魏桥和孙震中发现 农食最讲效率 只有将自然地理信息系统 无人驾驶 摇杆数据等现代化手段落地农业生产 才能更加精准地评估气候影响 精准用料用肥 对耕种管收做好提前统筹 他们积极同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大学 扬州大学等高校机构 加强合作对接 逐步摸索出一套独具特色的数字农业雏形 我们假设一下 就如果不是你们夫妻俩这样的一个学术水平的话 能不能说清楚这件事跟科研约所 比较难 你比如说你跟我们的一线工人去交流 他可能潜意识里面知道需要这个东西 脑子里有嘴上没有 但是怎么表述出来 对 还有分到科研领域 它是精细的 你比如说材料 那材料是基础 那还有这个信息化 还有这个比如说拖拉机 它组装装配工艺 它是分工很细的 我回来之后很多人问这个问题 说你博士去种地是不是叫大材小用了 没有 实际上我们在科研中遇见的问题 还有在学校里面学掉的东西 都是有用的 农业可以讲包罗万象 农业生产经营逐渐上了轨道之后 孙震中也终于找到机会告知父母实情 并把他们接到农场来参观 他们看到还是种地 但是种地跟原来的种地是不一样的 他们印象中的种地就是面朝黄土 背朝天 哪个铁桥在田里面 我们现在的种地是全程季节化 甚至有些拖拉机的轮比我们人都高 这个作业效率是很高的 就是这种比较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冲击 心里有疑问 种地能赚钱吗 当时是也是受到婆婆的这样的一个质疑的 如果是做不好的话 那我也觉得就是对他的家庭的父母来说的话 那是真的太抱歉了 因为最起码人家培养了一个北大的老师 在村里可能就是昂首阔步地走路的那种骄傲 那说跟着儿媳妇又回来种田了 那这话就没得了了 对农场进行的全程机械化 智能化和数据化改造 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 怎样在既保证资金投入和田间工人收入的同时 又能让农场盈利 是魏巧和孙震中必须要算的一笔价 农业它一定不是暴力行业 你像这个农产品的价格 这都是受国家保护的 有最低保护价 最低保护价反过来影响市场 所以它不会有太大的波动 但是如果能组织好 在这个全程机械化的情况下 这个提高作业效率 你比如说原来一块田直保 需要十块钱 现在已经降到五块钱了 甚至还有四块钱呢 就是它在作业量在增大 在量上取胜 所以相互压缩 之间就能达到一个平衡 既然看到了这一点 我忙活半天可能赚不了大钱 那你图什么呢 人总在有点理想吧 可能有些行业赚了很多钱 但是它是不稳定的 而我们做农业 它永远是一个阳光的产业 首先这是第一条 是一个阳光的产业 第二条 那我可以在后端 也有赚大钱的可能性 就是我先把地种下去 不能卖大米的时候 我卖稻谷 一百块钱的一亩地的净利润 那是我们存活下去的一个基础 就可持续的一个基础 那随着这个市场的变化 我相信这个会慢慢的 就是时间长 一时间来代替这个品牌 2018年在相关部门的支持下 孙震忠和卫巧开发了数字化农业云平台 农技人员在办公室里点击鼠标 就可以查看田间情况 也可以监测土壤肥力 虫害情况 并进行施肥 除虫作业 实现了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坐 你想我们的这个 有大概20个子系统 比如说我们看这个农机作业 我要去做平整地这个实验 这个事情 你看 现在它不是有这个信息记录吗 我在哪里平的地 什么时间平的 记录下来这个有意义在哪呢 第一我们的农事记录更加详细 就数字化通过数字化的手段 第二我们可以实现农机的自动调度 六年来 魏巧夫妇接过父亲的班 用所学解题谁来种田 他们改经验种田为科技种田 建立起耕 种 管 收 鸿杆 仓储 加工和销售 以及现代农业模式输出于一体的农业生产体系 先后以技术培训 就业帮扶等方式 带动一万余户农户 累计带动脱贫人数三千多人 离开科研院所多年的魏巧 也成了现在人们口中的巧总 你羡慕他们的生活吗 累着急了的时候也羡慕呀 什么时候累着急 特别是农忙的时候 一个人确实好长时间的周期 得不到很有效的休息的时候 但是回过头来 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 是因为什么 我觉得还是因为做这件事情 得到了更多人的这种认可 其实我女儿对我的认可 也是我坚持的一个底气吧 你教她种地吗 她卷秧子可会卷了 我说这个会干活 从小就会 四个脚一拽 哈一卷 她有优越感吗 就比如说她懂得农田里的这些事 有 她暑假的时候 七月份八月份 是我们农场最忙的时候 我们有的工人 可能就是比较懒散的时候 妈妈你要跟他们要进行 就是意思像他们的班主任 管理学生一样 在批评我的工作不到位呢 你想让她也做你这个行吗 不是我想 而是她觉得妈妈做这个行业 她很骄傲 她就说嘛 如果大家都不种地了 我们将来吃什么呀 妈妈我也要做 多年的亲身实践 为巧深知 人才对于农业发展的重要性 2022年 她被江苏大学 聘为产业教授 与江苏大学农机学院 共建培训学校 将培训课堂 开进田间地头 第一次我们上课的时候 那九点钟 学生们可能才洋洋洒洒地 从学校开车到田头 十点钟到了之后 每个人穿个小白鞋 其实那个十点钟 再过半小时 太阳都是晒的 就是大家要中暑了 那么就不应该说在田里了 而我们农事作业呢 这个工人的话 可能五点钟就上工 到十点钟 我们都回来休息了 所以这些点上 我们也要跟学校不同的磨合嘛 而且我们农忙的时候 是六月呀 六月又面临着 我们大学生要考试 要修学分 要答辩 所以我们斗胆的 跟学校的这个教育机构 要商量 真正产业化培养的 这一批学生 这个时间 一定要在农闲的时候 进行考试 答辩 他们能挣多少钱 那我的工人 市场化是多少钱 我就发他多少钱的工资 比如说我们市场化 一天这个作业量是300亩 比如说这个小飞机撒飞 那我们的孩子 哪怕就是打三分之一者 我都愿意认 都愿意鼓励他们在这儿 继续地进行作业 目前 微巧夫妇正计划向省外扩大规模 培育更多新农人 促进农业产业化 农场也将发展多元化经营 从目前的稻卖轮座 扩展到稻油轮座 重养结合 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和养殖业 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这片千亩油菜田 就是他们从去年10月份开始 市众的第一批试验田 整个油菜在苏南地区的全程 机械化的规模化种植 我们也相当于在引领和推广 就是你的机械化水平高 你的效率就高 是的 还有在管理上 各种机队的调度上要卡紧 我们一直认为 特别是农忙的时候 就像打仗 一环扣着一环 而且还要赶着天时 所以农业的规模化经营的话 它是有规律可循的 这就是为什么一定要培养 懂经营的新农人 那你俩这个学术水平有点太高了 一个硕士一个博士种田 真正要是做这个流程化的 这样的一个管理者的话 不需要我们的学历有多高 只要能够辅导身子干 有一定的这个知识基础 愿意从事农业 我相信一年经过两个季的来回 第二年干起来肯定是越干越好 我们有这个信心